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1230醒爆现场 我是主持人聂建宗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一个 还算蛮重大的议题 那么前一阵子呢 录资录客来到台湾 那么我们知道很多大国官客来台湾 当然在消费的时候呢 要用人民币呢 这个对他们喜欢和对我们不习惯 但用台币呢 他们可能要转换 最近呢 我们开通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银年卡 也是在8月7号的时候呢 让这个我们的这个 录客来到台湾 可以刷他们所谓的银年卡 不过你有没有听过银年卡呢 这银年卡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因为我本身有一张 那么到底银年卡怎么使用 那到底使用银年卡 对我们台湾日后的商机 能够创造哪一些 我们来进行 待会我们来做一些 这个精彩的讨论 讨论之前呢 先让我们进一段VCR 台湾及大陆 两岸的银行高层 一起拿着雷射笔 投向银年卡 以及台湾发卡中心的标志 正式宣告台湾 可以接受大陆的银年卡消费 银年卡在大陆行之有年 是大陆使用最广的素价货币 这次台湾开放使用银年卡 让金融业者预估将带来 新台币1800亿元的商机 原先陆客来台观光时 受限于消费额度 不能超过人民币2万元的规定 开放银年卡之后 就可以不受限制 是金融业者乐观预估的主要因素 银卡中心正陆续完成 全台500家银年卡特约商店的 布点工作 包括街场免税商店 阿里山 日月潭 高雄六合夜市等各大风景区 两岸之间的金融合作又迈出一大步 欢迎回到我们1230情报现场 那么今天我一定要替各位 请到三位学者专家 来跟各位探讨 我们这个银年卡的使用 以及银年卡到台湾登台之后 对台湾的影响 那么我想先介绍我左边这一位 李允杰 李教授 空中大学工程系的教授 主持人秘老师 各位听观众大家好 你好 再来我来是介绍我们这个罗淑伟 立法委员罗立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台大政治系的教授 也是我们台湾竞争论坛的秘书长 我们的彭景彭彭教授 彭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么银年卡入台 抢人民币好时机 到底有没有办法抢到人民币呢 这个东西的确是很重要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银年卡 因为这个银年卡 我只在请教三位之前 我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我在去年底到大陆开一个中国金融联会 那么我走小三通 我当时以为呢 到了大陆带这部分资金够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大陆的国行呢 你当天去买机票是拿不到便宜的票价 而很贵 我发现我这个先进不够了 刷了台湾卡不能用 结果还好我带了一张银年卡 就一刷走通海 所以我完全不用钱从头走到尾 这个真的是很好用 那我想请一请教李教授 你觉得 如果银年卡开通之后 对大陆人士来台湾 你觉得呢 是不是对他们是真的会觉得很潮用 而且呢 会创造更多人来 或者更多的商品 当然这个 首先就是说 对大陆人民来讲 他当然觉得就是比较方便 因为目前我们台湾 有两万块人民币的限制 也就是说 你在台湾呢 你要带现金的人民币 两万块限制 而且对台湾呢 有风险就是说人民币很多伪超 那台湾的商店很多分不清楚人民币伪超 新台币已经慢慢知道了 对不对 也结果好几年才知道 什么是伪超 那人民币很难分辨伪超 所以银年卡 当然是对大陆的消费者来讲 是一个好处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对台湾来讲呢 确实也有商机在那里 但是呢 这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很乐观 就是说 台湾的商机一年有1000亿台币的 刷卡商机 那因此收贷银行 平均每一年年收益是20亿的手续费 这个对 现在目前的银行 他的这个ROE 这个我想你很清楚 ROE ROA 他的资产报酬率 跟这个股东权益报酬率 非常低到不行 有些银行还是0.00几 几乎等于零 这种情况之下 我跟你讲 这好像是 酒汉鸿干铃 所以对他们来讲 银行 这个要开放的银年卡 这个银行当然是求之不得 只不过 现在目前来讲就是说 一个问题就是说 目前开放的这个银年卡的这个特约商店 太少了 只有368家 这么少的加速 你说怎么方便 所以对路客来讲呢 到目前 后来听说这个8月7号开通之后 一共路客 20个人只有一个人在用 换下只有5%的路客在使用银年卡 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特约商店的点不够多 他们觉得还是不方便 所以还是用现金比较方便 所以我觉得说 将来可能这个商机要再扩大的话 还是必须要 这个第一个 你科学商店要慢慢越来越多 第二个 你这个路客 你必须要跟他多宣导 第三个要开放自由行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团客 团进团出 他团客都已经在大陆已经讲完了 他来这边呢 消费也不会很高 但是自由行的话 他来这边吃啊 住啊用啊 全部都要花钱 那这个时候银年卡就好用 是 我觉得李教授讲了非常多 非常多key points 非常重要 包括一个人只能带2万 他如果要花超过没办法了 那么而且还有伪超的问题 甚至刚刚讲开放自由行 这个其实我都蛮认同的啦 当然这个讲的这个相当不错 那么一样的 罗立伟你觉得呢 如果开放银年卡以后 对台湾的商机是怎样 我想那个银年卡跟那个 我们台湾的信用卡 比较有点区别 它大部分都是利用一个方便 一个支付的工具 一般都是说 它在银行有钱 就好比说银行有钱 它是一个支付的工具 像debit卡一样 对对对对对 它不是一种像台湾那种 信用卡的一个信用工具 那当然 假如说你说 当然你说 方便它的一个刷卡 那能够就是能够提高它的消费 我们认为说 让它方便它的消费 它可以不用带现金来 可是目前 以目前的台湾的一个观光旅游 假如你只是说 寄望在这个银年卡的花行 而不是在提高 这种旅游的品质的话 那其实也没有办法说 它到底是能够有产生多大的利益 而且现在尤其是目前 那个所有一些大陆旅游团 都是那种卸价 那个比较低价团 那所以它的低价团 它消费也是有限的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 假如说我们本身的银年卡 我们没有争取到说 我们的花卡的一个一个 一个全力的话 那等于会变成大陆花卡银行 它在吃烧饼 那我们只是在吃那个芝麻而已 我们也想不到什么大好处 所以我就记得说 还是要争取到那个花卡的 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 其实罗伟的意思就是说 目前台湾国内银行 还不能够开放那个 发行银年卡 所以这个大品吃不到 它目前只开放什么 收担业务 然后交易授权 跟清算货币 那这个东西 清算业务 这些东西都是手续费而已 真正赚钱的是花卡 不过没有 我的看法 当然两位讲的 我您参考一下 其实我这边有个数据 你看 莫拉克台风到来 这三天 因为我们是8月7号开放的 银年卡的实用 它在登台了 这三天正好路过台风 你知道刷了多少钱吗 一千五百万 光从银年卡刷出来的 所以 当然它开放商家没这么多 却刷了这么多金额 其实它预期金额 如果假设条件 光是不变之下 银年卡应该是能够创造一些商业 我刚刚这个比较 当然没错 那个大陆客的销量是两极化 你谈到是它在1013天里面 销量一千五百万 可是我们有分资料 大陆现在的卡农也越来越多 它的整个 它的呆帐 激进将近人民币五十一亿 等于是台币要250亿 你看 那它的呆帐这么多 大陆现在已经一直在追缴呆帐 那所以我们未来 那假如同意我们台湾银行去发卡的话 那在照理这个单上 AppiCard它不是这个信用卡就是了 不过 当然对 对 它主要是一种 假如说你真的是 那个银行的连线有问题 因为假如你是现金 你是用 当作现金使用 还是当作信用卡使用 就是说 那个现金使用 你还要跟他们一些银行都要连线 所以这个目前的作业上 都还有那个 是 是 没错 对 我想银行卡 就像刚刚两位所提到的 其实有很多的面向 那么两位都提到的是 从我国的银行 它的经营 然后是不是可以发卡 然后会不会因为发卡而获利 其实这个问题 也有很多面向 第一个面向 我想应该是 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的经济会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我想会 因为不管你是有多少点 它会增加消费的便利性 而如果是入客人数来增加的时候 这直接对台湾的经济会有帮助 我想这个是毫无问题的 第二个呢 它的安全性基本上也不会有问题 因为它大致上不是所谓的信用卡 而是呢 这个现金卡的 这种性质 同时呢 会到台湾来旅游的 我相信它的信用平等的 也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部分大概可以不要考虑 可是如果我们从长远上来讲的话 那罗伟元刚刚的考虑就发生了 也就是说 台湾的银行 要到 要发行这个卡 那么它的连线 以及所有的费用 以及未来拓展的那种可能性 其实我还是从比较乐观的一种角度来看 银行卡毕竟是 已经跟VisaCard或是MasterCard 是一样的 在世界通行的 六十几个国家来使用 而且呢 它发行的账数已经达到19亿 那如果我们再看说 大陆